今天和大家分享如何在FinalCart Pro中制作速度切片 起因是我在整理库存素材的时候 发现一条奇怪的横拍素材 时长很长很长 但是没有拍到该拍的东西 于是就很好奇 当时为什么特地备份了这条废素材 这条素材背后的故事我们留到结尾再说 突然想起大家可能也经常遇到 实拍的素材太长 尤其是记录性的拍摄画面 例如Vlog素材 直接用拖慢了影片的节奏 切掉一部分画面内容又不连贯 那么常用的办法就是做变速 选中素材 按下快捷键Command R 选择变慢或者变快的变速倍率 也可以选择自定义速度 手动输入变速的速率数值 回车 或者输入变速后的时间长度 让软件自动计算速率 但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加速部分画面 用正常速度或者慢放来播放关键内容 这就要用到速度分段或者叫速度切片 这是一个汽车漂移的视频素材 我们需要让汽车快速驶入弯道 在阳气血的时候慢速 然后再快速驶离 分成三段分别做变速 可能有人会在素材上切两刀 变成三段视频分别做变速 像这条素材这样 需要速度对比强烈的可以这样做 更灵活的方法是不切开素材 只是添加速度分段 把播放头分别停到需要切换速度画面上 按下快捷键Shift B 添加速度切片 还是一整条素材 速度切片的两侧可以分别调整变速 这样做分段变速 Final默认会在两种变速速率之间添加速度转场 可以拖拽调整速度转场的长度 让速度变化更顺滑自然 如果希望速度对比更强烈 双击速度交界的区域可以关掉速度转场 点击圆帧编辑 拖拽这个小图标 可以重新选择速度切片的画面位置 这样做分段变速 比切开素材做变速更灵活 有更多选择 不用切开素材 后续做调色 加效果 移动位置 管理起来会更方便 变速再配上音效 很多素材就更有意思了 回到前面提到的那条航拍素材 就和很多记录生活的Vlog素材一样 中间的过程部分 我们可以删掉 或者用加速一带而过 直接跳到关键的部分 就这条素材来说 我去附近的山上偷懒 当时不知道拍摄场地的山上竟然有熊 野外又没有手机信号 所以山下的同事紧急调了一台航拍飞机过来想提醒我 我却以为是要给我拍照留念 所以记得点赞加关注 到亲眼КА 那边都有了 那边都在传奇调 可少认